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出个花牌 有个排名的话 大家都以为过关了 没事了 怎料突然间三星全会之前 他被开除 商开 欲知结局如何 请看下回分解 还要那一只 这样大家 包括我助理都猛人觉得 应该里面有人被习近平很大很大的压力 要是魏凤和也好 李尚福也好 火箭军 李玉超也好 这些全部都是习家军的 都是亲兵来的嘛 这些是苦军来的嘛 这些是习苦军队来的嘛 竟然这样落了嘛 当时曼祝宗说秦光去了哪里 秦光那个处理可能跟他们两个不同 要是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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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更严重的 只能公布 秦光我们搞定了 清除叛徒了 要是呢 就是走得了 走得了 先讲秦光先 当然 秦光在这次结束之后呢 他就公布炒了他的政治委员 这个位置 但是保留党籍 这件事呢 对秦光的处置来说呢 是叫什么呢 宽大处理的 宽大处理的 至于秦光被开除党籍 对不起 开除了 这个政治委员那个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阿信玺你告诉大家 是 那我们就是我们说这个秦光呢 其实他是以私人的名义说自己去辞职的 但是有什么可能是会辞职呢 因为是在三中全会之后 中共人大19号就公布了 中共的前国务委员经外交部秦光 是因为个人原因是辞去人大代表职务的 那又是由他本人提出辞去人大代表的职务 但是中共这次是第一次披露这个秦光辞职的原因 以前是从来都没有说的 不可能这个秦光是会无疑无故的自己去辞职的 高官厚禄 怎么会辞机辞职呢? 是啊 四海哥 阿Lily 你真的说得很对了 就是你了解中共 你就明白到中共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民营公司 就是民营公司的处理方法就是这样 我不妥理阿Lily 但是大家为了保住一个颜面 我就不要炒你了 你自己遞信了 很多大公司都会这样去做的 包括我当年我的东家都是这样逼过我 当然啦 四海哥给我们的东家走的时候 我就享受高层的待遇 找两个保守处理夹着我走 这个又很好笑的 这个又有机会再跟大家讲讲 就是前朝恩怨 秦光这个说他自己辞职去走 就是你了解共产党的运作来说 你基本上这个是极度宽大处理的 素来就只有共产党开除你 你想离开共产党 甚至你想退党 退党保平安 sorry 你不要让他知道 让他知道你很大事 就是他分分钟将你射为一个叛徒处理 那中共对待叛徒的手法是怎样的呢 请各位在Google搜查下 周恩来与顾顺章 你就知道 中共对叛徒的手法是几个温和 一家大小全家富贵 包括拯救过珊恩来一命的黄武军后 珊恩来的同事叫施例 都无端端地很无辜去 他去顾纯祖家打牌 那一场牌就赶了 输得赶了 命都输了 大家去看看 是没可能你辞职的 但是 但是 今天秦光 这个是非常少是他自愿辞职 那 秦光是犯了什么理由呢 一般来说和附晓田说不正当男女关系 由始至终 由始至终 我都说 中共官场里面的不正当男女关系 这个不是 这个是出了事的理由 不是因为这个理由出事 大家要分清楚 绝对不是的 如果你说 不是啊 他乱搞男女关系 被伤开 那大家记不记得 我来高丽炮打彭帅呢 是不是啊 当年就说 韩智那时候就是彭帅炮打高丽 那高丽炮打彭帅呢 是不是啊 还要老婆在门头做天文台 救荒唐没有啊 为什么他没事啊 所以说这个不是理由 但是为什么秦光他这样过得过呢 说可以辞职这样算呢 一来 这件事呢 就是我推测阿二二是 相信秦光呢 就提升得太快 他连跳几级 连跳几级 就一定令到外交部里面 那些 你按论资牌背过那帮老师傅 一定眼红 一定热 哇大哥 我这个位置等了很久啊 哇 突然间你一个空港这样下来 哇 还要做我的老头 你以前做我的老头 就是连跳几级 往往管理 管理阶层来说 管理大公司的管理来说 这件事是大忌 就算你多喜欢一个人都好 你一定要按着公司的regulation 一步一步 就是你聪明一点的方法呢 就是说 你帮他安排一下 先升了一级 然后在那一级里面呢 就找他的上司 找他的那些什么 矛盾痛处 就关上房门 就跟他的上司说 喂你有什么 你这样啦 你自己过路还乡 然后等秦光提醒 一级一级这样来 你的时间可以慢慢缩短一点 用威逼理由 你就不是 就是天威难测 一夜由秦光 一个驻外的驻美国区的领事 一夜掉下来 哇 立刻外交部长 你连美洲司 北美司 这个市长你都没经历过 副外交部长没经历过 什么这样上去 就是这件事呢 就 因为为什么呢 是你得圣上恩宠 没问题 但是下面做工作的那些人 个个拿起了弓箭 拿起了飞标 就是这样飞你插你啦 傅曉田这件事摆明就是 外交部里面的内鬼 那样堆出来 那样堆的啦 对不对 不知道又将他 无限上纲上纲上纲 这个是美国间 这个又不是什么 就当然秦光要有责任啦 你坐到这些位置 玩政治的那些男人 虽然男人都最喜欢的 一个钱银 一个女人 是不可以立刻碰的 碰到的话呢 你就前途次感了 结果 看到啦 秦光 他这样的处置 我的判断呢 就应该是外交部里面 就是习近平知道 应该是外交部里面的人 不拖他的马 他的外交 这样是护射的 所以呢 其实他说这些男女的关系 那些 在共产党高层来说 不算什么一回事 只要你不要叛徒 你不要叛徒 这样是没有事的 秦光在这样一世 他也都没有收过大钱 更加一路传言说 会不会傅耀田是美国 FBI的特务啊 秦光 洩露那些国家机密 如果照样看就没有 照样看就没有 就是如果有的话呢 就是在调查的过程里面 查到有这些什么 蛛丝马迹 有这些什么事的话呢 这样的话 就 秦光很麻烦 可能是死刑 因为较早前 有个消息传了出来 普京亲自飞 飞去见呀 见呀今上见呀 习近平告诉他 喂秦光不可靠 是美国的嘛 谁知道 这个消息是假的 就是这些要判断 因为大陆很多消息出来 真真假假 你要用很冷静的头脑 分析去判断 你才看到 真一或假 现在看秦光这件事 秦光是美国的特工 所以倒台 这个真是全然了 是假的 是假的 所以大家要有些常识的判断 还有看他出来的反应 你看到 但是秦光那样 他现在还保留着共产党的会议 那还有没有机会翻身呢 不知道 没人知道 你千万在共产党的角度里面 尤其是一个 聖军独裁一个 乾坤独断的角度里面 他可以一日欲堕心冤 一日就扶摇即上 谁也输不准 最明的一个例子是什么 邓小平 邓小平 为何三落三上 被毛泽东斗到他九彩 但无论如何 邓小平 死矮死矮 你怎样对我都可以 你怎样外放我都可以 我一定要保留着共产党党党员这个身份 因为你一日保持着这个身份 一日还有机会翻身 你没有了这个身份的话 你就永不超生 万劫不服 他很清楚 邓小平这件事 由这个延安时期一路 甚至由郑江山时期一路 看过怎样斗AV团 怎样延安时期 玩延安战锋 整锋 斗王家祥那群人 他看得一清二楚 无论如何 总之我的命还是共产党的话 总之老毛一日走的话 我就有机会翻身 结果他懂得对了 秦江会不会 有这种喜剧性的结局的话 没人知道 就留待下期分晓 就是现在没人知道 但是现在呢 就肯定秦江是过了关的了 就是肯定不用先死了 你现在叫你辞这个政治局委员 和这个张委员而已 你这些 你算不算严厉呢? 就真的算严厉 畢竟你由部长 一声掉下来 就是贬为树人而已 贬为树人而已 就看一下 接下来会怎样 好了 第二个传言 你问 是 那还有一个消息呢 就说这个秦江落马 是和这个外交部内斗有关了 因为是在华盛顿邮报呢 今年2月是披露呢 这个秦江是现任的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呢 是有所谓的血海深仇的哦 这个 这个我没有听过哦 就是黄毅和封江有什么血海深仇我没有听过 不知道黄毅滚过他老婆 这个我不清楚哦 如果有什么血海深仇我可言呢 对不对? 就是大家同样都是为了今上服务的 但是一个事实就是说 黄毅的年龄呢 已经70了嘛 理论上他是要退下来的 但是到现在 他都还坐在那里 还坐在那里 这个是有问题的 你说是否和黄毅有血海深仇 或者是否和黄毅已经安排了他的人马去接班 而不获老执的信任 见老执这样空降秦江下来 以和黄毅这些什么手段 就玩音乐咯 射他 射了下来 就令到你今上很难去处理 那你唯有就暂时牺牲秦江先 扔他出去冷藏一下先 过冷河咯所谓的 那现在外交部你都还是和黄毅在说的 起码现在暂时 阿习还没找到人 而秦江这个跌倒 再加上之前的火箭军 再加上李尚福米尚 是凤和这些 再再都是显示 给习近平那个对手呢 是很好的弹弱 就是告诉你 起码一点 你走不掉的 你不能识人而异用人 没有知人之明 这件事是几大件事 尤其是你火箭军你没啥咬 你自己炒 李凤和你炒 李玉超 整群今次开除那几个 全部都是陈靓平亲自提拔的 是吧 秦江也是亲自提拔的 所以 你看看这次任用了 新加了三个政治局委员 加了那25人之中 他逮捕三个嘛 我一直都说彭丽媛有机会入局的 如果这次彭丽媛进不了局 就只有一个解释而已 一个 就是说习近平的权力受到限制 就是因为有人一定拿秦江啊 拿李尚福啊 拿李凤和的东西跟他说 正常不是说你推荐那些人我们不接受 事实上你过去推荐那些人呢 个个出了事 那你是不是应该 停一停想一想先 我不是不给 想一想先 顺着这三个又怎样先 看看这三个做成怎样 你才再怎样啦 是不是啊 就是你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协调嘛 而不是说喂 浸积天下我说要这样就这样 理论上我们都以为他可以的 我要这样就这样 我老婆进来就进来 你们这帮小伙子 联署啦 上表啦 你不上表的话 中纪委做事 大家以为是这样 哦 中纪结出来 不是习想找的人 顺利进去 其他三个都进去 所以有第二个传闻就马上出来了 究竟习在开这个会 是否出了事 因为较早前一直都说呢 主席呢 就是这个会的时候突然中风 习近平提醒大家 他中了两次风的了 他不是第一次中风 因为大家看看他的身体 那昨天 昨天习近平是被感激抢救了两天才救回 因为坊间就说 嗯 我让他说你不要急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经常都说空月来风未必无因 在北京这个大都会之中 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但是在北京里面我们经常说笑这样说 在北京的朋友 大大话话亲戚朋友 都一两个高官 没去过北京不知道自己的官势 没去过海南岛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好 没去过广州你不要说自己会吃东西 就是这样说笑这样说 所以说北京你很难有秘密可言 虽然这个京西斌馆开的会议 保密功夫做得很严谨 就是那些人开会是不可以外出的 全部运在京西斌馆里面 交了手机 你不可以对外来的 全开完会 等大会公布你才能说 但是都有一个消息做传言 传了出来的是习近平 中风 中风的情况就是 Sorry Lily讲了一半 你继续讲下去 是 那我继续讲一下 全这个习近平是被感激 是抢救了两天才醒了 那因为坊间是还习近平的余医 就是他身边的医生 叫做余医 皇帝的医生 那两天是没回家的 就是因为抢救这个习近平 那习近平被救醒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为了 澄清自己的身体是没事的了 就立刻去这个熱难的使馆 去导演这个阮库众 那央时的晚间新闻 播出是长达4分20秒的视频 但是多地出现大灾难的消息 就被淡化了 那习近平的健康是否真的没事呢? 四海哥怎么看呢? 你问我的话呢 之前我之前所说 恐如来风未必无一 习不是没中过风他中过 他中过两次 加上他的习惯 生活习惯 要是传闻 就是传这个消息出来的人 被人瞪了东姑 说习呢 耗酒 他耗的什么酒呢? 是矮瓶口茅台 是矮瓶口茅台 就是说 那些是60年代 60、70年代的茅台 现在是上百万一千 烈酒来的 烈酒58度的茅台 你喜欢喝酒的人呢? 是喜欢喝烈酒的 包括我在内 但是当然我现在不敢喝 有人限制我 我医生限制我 烈酒 你冰冷了喝 是很舒服的 你越烈的酒喝越正的 就是我们男人来说的 但是烈酒对身体很伤的 尤其是上了年纪 就是很容易 爆血管 即是脑中风 或者刺激心脑的问题 心脑血管问题 喝烈酒很容易 导致这些疾病 那习就喜欢喝 那你怎么办呢? 就是传闻那些人呢 就说 习每天喝一瓶茅台 一瓶茅台 你矮瓶装的 你那个数量都有500ml 就是半公升 半公升 大陆叫做一斤 那很多 一瓶很多 不是开玩笑 而且你喝那些烈酒 你不可以只喝的 只喝是很相胃的 通常喝的烈酒 配什么呢? 肥肉 通常是肥肉 肥雞都不行 因为你... 我们开玩笑 香港有个名酒庄叫永利威 它的口头是什么呢? 半边鸡一壶 永利威一壶就是玫瑰露 玫瑰露配白切鸡呢 是很夹味的 很好吃的 吃过试过 或者配豉油鸡 你喝玫瑰露下去呢 哇... 即是你烧鸡也是的 你鸡配玫瑰露 饮滑 鸡肉 那种感觉很正的 我发觉烧鸡和玫瑰露都不错 即是鸡鸭无家禽类 你和玫瑰露是好的 但是肥肉 你譬如说扣肉啊 冬波肉啊 圆体啊 你是真的要配茅台 58度那些烈酒 茅台啊五粮液啊 那些烈酒 是好吃很多的 你吃了一块肥肉 然后喝一杯茅台 和合口里面那些肥油啊 再加上烈酒啊 烈酒就变得没那么烈 那些肥油就变得没那么利口 即是很夹的 口感很好 但是问题是你这样喝了下肚 吃了下肚 酒就很伤 很伤你的心脑血管 肥肉就导致你的胆固醇很高 你的身体是极度不好的 所以说 你的饮食习惯 生活习惯 是造成健康很大的问题 这件事 如果一集 就是刘小悉那个人说的是真的 我不信他只喝酒的 因为你烈酒和花生不行的 不行的 你一定要和肉香 你才 那种什么感觉才能出来 这样 因为他有这种习惯 所以这个传言 不敬而走 哇有可能 再加上 就是你三冲全会 结一下闭幕那条片 很多人都用回开幕那条片 嗯 很多周灵人 哇哇哇什么事啊 是不是真的那个传言 是真的 你知道的 出波谣言唯一一个方法 就是你马上真人现身的 就是等于当年六四 明报头版 写李铭中枪 就是这些消息 一传到北京 哇李铭的运我生吵吵未死 行了我出来开个记者会 会见一见人 中什么枪啊 生吵吵 好活动 痛都没痛到 有时传媒人 三文机构 或者那些人呢 特意是制造这些 headnights 这些头条 来去逼令我想希望知道那个真相 去扑出来 就是今次这样 我传习近平中枪 就看看他是不是真的中枪 你要辟谣啊 你个人出来就可以了 正正因为闭幕 中央电视台那条片 在闭幕式那段片用得很少 反而用很多开幕那些 很少习近平出现的东西 再加上 越南总书记阮副仲小小的时候 发燕电过去 最初发燕电 是由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过去 理论上这些是习近平真正发过去的 理论上 因为习近平和阮副仲都叫做 见过几次面 和一贯的惯例呢 是以国家主持的名义去发的嘛 就算共党还是用共党 都用共党总书记的名义去发的嘛 但是用中央书记署的名义 第一封言言 EN Berry 全世界都说 哇 这次坚定流 tragedy 那无疑子 阳伯 Ind vásta 迷aneously 真是这样comings 爲什麽有这样的心态呢 一些我才能分析 现在是说整个一个什么处理 好了 结果 昨天 習近平親自去出席院附送的簽名冊 在越南駐中國大使館那裡親自鋪頭 看那些拍出來的錄像 習近平是不像有事 雖然大家說好像很浮腫、水腫、怎樣怎樣 不就是一向那麼肥的 他就不像有事 不像中和風 不像 就是之前最初傳言就說 例如李璇所說 他的御醫兩天沒回家 可能去了擦腳 可能去了洗澡 可能去了桑拿 他老婆說打穿他的頭 問題就是為什麼會有這些傳聞出來 還有我剛才所說的 為什麼今天的中國老百姓 對這個傳聞這麼積極回應呢? 為什麼會有這條傳聞出來呢? 大家要記住 凡是一些領導人的生死的話 我們做了處理新聞的話 就像我以前的舊東街 他報錯江澤民的死訊 我已經惡意了 雖然當時主事那個 聽聞就是江澤民那個老婆的兒子 暗證和家人有關的 所以說他的消息很準確 怎知道 結果是流的 這些新聞界的笑料 凡是生死 尤其是死亡 我們一定確認得很厲害 確定了 才敢報的 不敢隨便報的 就算江澤民的孫子跟你說 我爺爺死了 都不要相信 等官方說 最穩陣的方式 因為這些高級的領導人 這樣細細的話 官方一定會公佈的 只包不住火的 一定會公佈的 就算說宮廷政變 避不發喪 沙丘病逝 就等他放一些鹹魚在車上 掩蓋他的訊息 避不發喪 等他安排所有人 才可以說 你以為真的拍宮廷劇嗎 公佈劇嗎 沒有可能的事 今時今日資訊那麼發達 這個我不相信 一路到習近平真志出來 去見阮富松那裡 看他的精神OK很正常 很正常就是沒有這樣的事 好了 問題來了 為什麼會有這些消息傳出來 為什麼 你看一個宮廷的劇裡面 往往人士鬥爭 為什麼我們處理一些領導人的生死 這麼謹慎 這麼小心呢 不要這麼輕鬆表態 記住 獨裁政府 經常會用這些招數 來測試身邊的人 忠不忠誠 經常會有的 好像這次這樣 如果你愚蠢衝出來 啊 他真的死了 快點點 快點開心了 拍手掌了 那就必疑後製之珠 是不是 你徘徊其路 坐未先機之兆 那你就很嚴重的 這些事呢 只要穩陣 只要穩定 就不可以亂來 好了 至於為什麼老百姓 聽到這個消息 我們在網上一年幾日 你會看到那個情況呢 就是那些網民 想這件事是事實 想這件事是事實 為什麼有這樣的心態呢 很簡單的 當中國的老百姓 在現實的環境 他沒有辦法改變到自己悲劇的命運 改變不了 因為你有槍你有炮 唯一去寄望的是什麼呢 寄望這個天收 上天執法了 搞定你了 哇 啊 脫虎海了 這個人終於死了 那情況呢 1976年毛澤東 當時很有趣的 北京已經傳出來 毛澤東已經死了 但是新華社那時候還沒發消息 那時候是逛街的時候 那些百姓就是 你眼看我眼 你眼看我眼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但是大家都不敢表態 因為大家文革那時候 大家是很恐怖的 曾經 你看回那些片也是的 那些小孩有一個人浪衫 在室內浪衫 不小心 因為家家戶戶 有張毛澤東的畫像 不小心那張浪衫 捅到毛澤東的頭頂 穿了洞那幅畫 那個女兒一進來一見到 你幹嘛對毛主席屈敬啊 立刻跟這個公社那個回報 結果公社就立刻要去檢討 接著公社見到 這期沒空 沒人鬥 立刻把這件事上綱上線 誣衊他什麼 曾經出來鬥 拿他出來鬥 又說什麼 這個美低特務啊 怎樣怎樣 對毛主席不敬啊 這個死不悔的就知派之類之類 總之上綱上線 聽說判了幾年監 只是因為一個小朋友 受到洗腦的教育 我覺得你這樣對毛主席不敬啊 他這樣舉報 就衍生這樣的人間悲劇 很多 所以中國當時北京的老百姓很聰啊 你眼瞪我眼 喂 是不是真的 大家都知道 聽過這件事大家都不敢說 但是你眼看我眼 從那個眼睛裡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一次 這個情況就好像當年那樣 大家為什麼會這麼熱切期待 這個事實發生 因為這幾年發生了很多事 由封城到經濟低迷 到房地產崩潰 很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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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正如阿信 李李你怎麼說 為什麼這個習近平 去吊演 致祭這個 遠復 遠復仲 中央電視台 是四分多鐘 那個習近平 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說 騙報大江南北 黃河 黃河沿岸 一大氾濫 今年中國旺水 我早就說 龍年是旺水的 龍年是旺水的 當然有個崩牙師傅 我以前有拍檔 他說龍年火王啊 那天四晨天 他說香港燒死人 就是這樣 怎麼知道的 這些九流風水 我們不好看 就是 張陽晴湖 和洞庭湖 都不識分的人 去學人講 中國地理 就是這些浪費 你可以看到 今天 韜韜江水 一寫千里 基本上是哀雄遍野 民怨沸騰 今年的天氣相當熱 真是叫做水深火 結果 大家有沒有在新聞上面 在新華社通稿上面 每天有幾條 這些關於這個什麼 各地水災的消息 你發覺是寥寥可爽 因為中共很清楚一件事 改變不了事實 但是我可以改變一件事 報導這個事實的人 哪個報導就尋人之事 又抓又鎖 再不就殺 關管殺 共產黨三大法寶 每個人都不敢發聲 每個人都不敢發聲 所以現在去香港 哪裏都好 你說叫人捐款去鎮災 鎮什麼災? 我們國家沒有災 對不對? Lily你看不到 我們國家有災情 基本上 基本上是即自媒體 對於這個四川 雅山山洪 就是雅安山洪 導致三十幾人失憐 還有都死了很多天 那20號晚的新聞聯播中 是即時未提的 一個字都沒有提過 所以就沒有災害了 所以就沒有災害了 所以現在外傳 就是中國紅十字會 就是葛美美那個 就是找些線粉來買錢那個 在那裡呼籲些人去捐錢 誰知不知道 我都不明白啊 你真的不要去散播假新聞啊 就是中央台沒有說 CCTV沒有播 那真的沒有啦 捐什麼啊? 是不是才是 我們不是冷血啊 我們現在香港國安法 是不是我們 當然要聽官方傳媒 難道聽CCTVB 我們不會的 是不是啊? 沒有什麼事 這個就是 當今中國的可悲啊 至於是否真的有沒有洪水 只要你稍微懂得上網 只要你 你就是 在一些外蒙的社交團體 Twitter 即是Excel 現在的 Facebook 甚至其他Instagram 其實這些片 真是不少 真是不少 我個人 真是 老實說 我不是熱石心腸 而是 即是當每一個香港人 耗盡我們的熱情熱血之後 得回來的結果 令到我們變得無情無意 明白嗎?大家 我們不是想有無情無意 而是當我們 鼓到熱場的時候 我們的回報是什麼 到現在 唯有無情無意 冷眼旁觀 不是我們冷血 而是我們 射微的溫 溫火的熱血 已經被 很多很多的水 一瓶一瓶這樣淋下來 熄了 熄了 已經提不起勁 即是對這些事 又或者 說得絕核一點的 是不是 這些災民 平日的 處事態度 的生活作風 是令到他們 即是 認得起他們 應該 應該面臨這個大劫的呢? 大家去思考一下 即是 可憐人 有時候真的有可恨處 是不是? 所以 好心是應該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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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時候真的要看情況 即是最簡單的 那個 有一個什麼什麼霸王 霸王茶 茶 茶雞 是吧? 他供500萬 他給這個災區 給那些大陸人民罵到狗彩 罵什麼? 你這樣捐錢 是當地政府的 哇 哈哈 他這樣不信任 那些地方政府 就是這樣 你可以看到 大陸的民心 這幾十年來 比起30年前 那個華東水災 甚至比512當時的 民川大地震 那個心態 完全不同了 完全不同了 即是你說現在大陸 國內有什麼災情的話 就正如我在網上看到 那個有些人所說的東西 那現在是真的考驗著 一億的共產黨黨員 不忘初心 無謀使命 慷慨解囊 抵禮前行 對不對? 還有 還有這個 四海哥還有這個陝西 雙樂市 是一個高速的橋 是塔了之後 就雖然放在 它放在這個新聞聯播的第一條去播 但是播出三分多鐘的內容中 是多次吹捧這個習近平 對灘塔作出重要指示 總理李奇人對這個塔橋作出披示等等 但是他就沒有問這個事故的原因 有沒有豆腐渣工程 死了多少人 他就沒有問 那也都有一條播出這個 中共的副總理 就是國青是扶這個現場指導這個塔橋的救援工作 七八多文字的新聞稿中 是習近平和李強的名字 是各自出現四次 但是呢 即自媒體大橋 貪塔造成的傷亡情況 那就是 在中國大陸做新聞 和在我們海外做新聞 他們取態的方式不同 中國大陸裡面做新聞 知道一件事就是我們總書記 我們領導人 多麼關心這個災情 就是對我們老百姓如何愛 就是他們的愛呢 就是鋪天蓋地的 主要死多少人呢 誓者意義 就是 就是跟我們在外面報不同 一定問死傷多少 一定 首先救人 首先救人 先 第二步 就像你所說 事故的原因 是不是有 所謂的豆腐渣工程 當然你會發覺 中國武道災情的時候 就往往是千年一遇 不是一條橋帽 只不過是天災太厲害 是五千年才遇到的 所以我經常都說 我們這一代中國人非常幸福 個個成了先的 歷史上幾千年都沒見過的 我們這一代全部都見過了 百年一遇見過 幾十年一遇見過 五百年一遇見過 千年一遇見過 另外這代中國人是多麼幸福 真是幸福到不堪 真是從來從來 未經歷過的事情 我們這一代 我們的祖輩未經歷過的事情 我們這一輩見過 今人不曾見古月 古月曾經照今天 真是很浪漫 就是我們看到 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除了說無奈 有什麼說法呢 你說那條橋的想法 就是現在 未經過調查 我不敢說是否負責工程 誰敢說的 中國的工程一定好 只不過一定是 他們一定加幾句 幾年一遇的特大洪災 因為如果你不加這句的話 那就是誰負責呢 要找人負責的了 是不是 所以說 前幾集我已經解釋了 為什麼大陸的水庫 每次都是晚上漏水 晚上放水 而是不通知災民 因為為什麼呢 災民死了多少 它可以賴天災 但是你放水放慢了 提拔受不了 托了下來 那就要追究責任的了 分別就在這裡 所以百姓死不死 不是那幫頭戴烏沙那些高官的考慮之列的 不是 自己一樣東西 要保住大壩 不要倒 大壩倒的話 這條纖解不了 沒有人解到 因為一定要追究責任的了 即是掠題啊 大壩倒 每個人都想到一定是頭戴烏沙工程 對不對 只要條題一決 你還要找人專人去拍 你怎樣去填塞 怎樣去搶險啊 怎樣搖著紅旗啊 好厲害 在雜書有偉大的英明領導 指導之下 我們浪費了多久的時間 把這個決題封住 全部都是這些調整 永遠沒有人想一件事 我們的能力 我們的科技 可以上到外太空 我們去到火星了 天文預測 也沒理由做不到七天前的天文預測 為什麽為什麽你不在日光日白放好水 你明知大雨 雲雨帶一定會經過這裏 你放了一半水 那你的水塘裝回 你告訴你八年一遇千年一遇 你到時還有很多時間再換水塘吧 是不是 再換水塘那時 你不在日頭通知下游的人 先疏散了 先放一批水 還看有沒有水來 是不是應該這樣處理啊 但是你沒有一次是這樣處理 你以為他們懂不懂這樣處理 他們不是不懂 我猜他們不是不懂 你唯一解釋就是一件事 為什麽水庫要保持著水滿呢 發電 發電是地方政府賺錢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地方政府一清二楚 那條阿提巴 是用什麽來溝通 不得受到這麽大的壓力 他一清二楚 所以 一有水來 大水一來的話 三次兩下 說就知道你馬上開水 先放水 不要你下游的人走不走 走不走你 你不幸運 賴天災 一定是這樣 你想都想到 你哪有解釋 如果不是 你不可能 不可能 這樣的情況 晚上半夜三更這樣放水 你真的跟殺人沒有什麽分別 是啊 人家西方社會都是人民關天 但是對於中共來說 百姓好像一條草一樣 可能 連草都不如 我們講下一個新聞好嗎 好啊 那在三中全會18號秘密的時候 就新聞畫面顯示 被貶的胡春華 在分組會議 是跟這個習近平坐在同一排的 就引發猜疑了 爲什麽呢 這個胡春華 在三中全會 會跟這個習近平並排坐呢 我們看大陸的新聞 永遠記住一個原則 我們想看到的東西 就是官方想我們看到的東西 大家明不明白 這年你明不明白 爲什麽要 post胡春華那張照片 在習近平身邊呢 說明了兩件事 第一 習主席很關心團派出身的人 因爲胡春華是團派的代表 非常關心團派的人 外傳習主席和團派不和 是假的 他們如如得水 血濃於水的感情 這是第一個訊息 第二個訊息 胡春華是代表著 一些改革開放的力量 明白嗎 這次三中全會 他都有講改革開放的嘛 堅持改革開放 怎麽怎麽 但是講而已 那他真的有改革嘛 但現在一片都這樣說 他真的有改革 就把鄧小平定內的改革開放 改革了 改革回去以前毛澤東那套 國進民退 最明顯 我什麽時候都說 講無用的 不要聽人怎麽說 看他怎麽做 最明顯一宗 嘩嘩嘩 嘩嘩 即是那些飲品 即是乳酸飲菌 那些 那個鍾慶侯 他去年死了 那他女兒來接手 是不是 即是接手這些企業 那上個星期有個消息 幾日前有個消息 說他女兒 決定把股份變賣給其他股東 就退居管理層的二線 這件事說明了一件什麽事 所以現在香港這班有錢人 你醒定 你醒目 今天還和你講一國兩制 但是當國內 那個鈴筋還是短缺的時候 他可以一夜之間 翻手成雲 覆手成語 是不是 嘩嘩嘩 是一個信號來的 我個人來說 是一個信號來的 即是大家看到中慶後 由辛辛苦苦 踏石仔 將一個品牌 踏到全國五大富人之一 曾經好像是最有錢的人 曾經聽國師 我要查回胡潤的那些牌子 總之有水 那又如何 他死了 是啊他女兒繼承了 然後幾個月 一年不夠 就馬上跟你說 跟你玩股份轉讓 大家去猜一下 他女兒甘不甘心 情不情願 將他的股份 轉賣出去給其他股東 其他股東就是政府人員 我只是說一句 不到你不想 這就很清楚 因為習近平在三中全會 已經講明一件事 提倡公有制 這才是習近平 心之所想 心之所冒 他眼光還認為 不應該給資本家有這麼大的權力 一這麼大的權力 他就不會聽我們黨的指揮 他會失控 所以在他的眼中 就覺得 喂 資本家要整肅 不可以給他權力過大 你看馬雲乖了 馬法迪乖了 現在中國還有哪個資本家 是可以挨支挨支挨支 摩洛哥的 沒有啦 是不是 正如心 槍帶出頭 哪個敢踩出來 就一聲 好了 當大家在害怕 為習近平一直在傳 三中之後 你不會走回文革那套 走回人民公社 大鑊犯的公有制等等 所以就給你看 不是呀 跟胡春華坐在一起有計談 很熱切 就是告訴你 我們現階段 就不會走公有制 還是堅持改革開放 這個信息是 網信辦 或者習近平透過這張照 是告訴大家 放心 繼續扔錢來投資 今天不割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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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代表明天後日不割 我講明了 等你投資之後再割 是啊 等等你 繼續來玩玩玩 進來賭場 今天贏錢沒所謂 昨天贏錢那個永遠在行 打死了拿回那些錢 你放心繼續來賭 今天不會打人 嘿嘿嘿 那你猜 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 還愚蠢蠢蠢這個賭場呢 一見到昨天 這隻狗 昨天贏了 今天為什麼 這個賭場多過 枝竹狗肉煲的 哈哈哈哈 大家知不知道 所以說呢 很多東西 信譽的東西 不是一朝一夕 可以拿回來的 是要很長期的去拿 就是 他這張照片的目的是非常明顯的了 非常明顯的 至於信不信 Believe it or not Just for you 你信不信就由你 我總之是做 場面功夫做了出來 喂 大家倒過來玩 不要緊 昨天那個 戴武 那個人給我們 打死了 夠膽贏錢 但是今天不要緊 今天你們贏了錢 可以走 哈哈 是信者得救啊 哈哈哈哈 是吧 那我們講下一個新聞 那就是這個台灣 對特朗普提出保護費 有什麼反彈的動作呢? 當特朗普接受採訪的時候 他就覺得台灣 他講了一句 他說台灣一定要pay for defense 就是為了去保護 defense去防衛的 他一定要給足夠的錢 那台灣方面 有不同的意見 那當然有很多移美論那些人 就發了癲 綠營都有人出來講 美國佬就是信不過 那我就這樣看 每一個地方的人 包括台灣 包括烏克 你自己國家的防衛 是不是應該你自己負責呢? 沒有理由 你又掛著賺錢 哎呀防衛 哎呀大哥你跟我搞定 好像德國 德國就是這樣了 喂 你們怕我變為納粹 我就不搞 我不搞國防 有什麼國防的頭暈申請呢? 你美軍 美軍 你們美國佬幫我們德國人去死 我們不要緊 我們支持我們做生意賺錢 通不通呢? 所以特朗普就罵了 你歐盟也好 你烏克蘭也好 特朗普你細心看他 他沒有說在烏克蘭武器不知道 他希望 歐洲方面多些支援烏克蘭 例如德國 例如法國 你沒有理由 人家在你前線 叫美國人去死 而你們就叫了雙手 喂 北戴 美國我們都是看你頭 喂 你派兵啊 我們幫忙 跟頭筋 就行了 哪有什麼可能呢? 大家想不想到這件事? 好了 同樣是台灣 我看這件事的看法是怎樣呢? 沒錯 的而促成了台灣島裏面 這一年半左右的 這個疑美論的爆發 是 這個疑美論其實是一種 認知作戰的一部分 疑美論 你想一下當台灣疏遠了美國之後 假設一下 你不是死得更加快嗎? 這個 一日到刻要消滅你這個國家的 中華民國 特朗普這樣說 最大的好處是什麼呢? 他由長期以來 美國對台政策的戰略模糊 轉變為一種戰略清晰 清清楚地告訴你對岸 你不要動台灣 你動過的話 因為他有給我錢 我會做事 很清楚的這件事 我會做事 我怎麼做呢?不跟你說 還有在台灣那裡 其實你不用爭論任何事情 你說美國都信不信得過? 很簡單而已 美國你看回中國近代的歷史 先後出賣中華民國五次 五次 五次 由於大陸時期 曼傑爾 杜魯門開始 對國民政府限制軍火 十三個月 結果令國軍 直接敗退 那個開始 再加上聯合國 美國沒有幫忙 再加上 尼克遜訪華 中美建交 但是你為什麼 五次 先後五次出賣中華民國 為什麼當時兩掌 都還要親美呢? 原因很簡單 你要保住中華民國這塊招牌 你就沒有辦法 必定要全面站在美國這邊 只有一條路間 哎呀不是呀 我們大家都是中國人 中國大陸 我們始終是中國人嘛 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今天 你說這個理論這幫人 一個根本的問題 很簡單的 大家認爲中華人民共和國 武統了台灣之後 中華民國這四個字 還能不能保持到? 還有沒有可能保持到? 還有沒有可能 給你用晶天白 日本的地獄器? 一定沒有可能的嘛 百分之一千沒有可能的嘛 對嗎? 既然是這樣 請問還怎麼談呢? 你單方面說 哎不是呀 我們單方面已經承認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的事實了 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 從古至今到現在這一刻 是沒有承認過中華民國存在世界上的事實了嘛 大陸承認有中華民國 到1949年了嘛 他們都推翻了 這個就是個差異了 這個問題的根源在這裡 而這次特朗普這樣說 台灣很多人怕 其實台灣怕什麼呢? 第一 美國放棄了戰略武 反而是戰略清晰 這樣對台灣是有利的嘛 你既然給錢 你台灣願意給錢就行了 好了我想問一句 台灣你只要願意給錢的 你是不是可以要求買什麼東西呀? 什麼? 你還買這些過時武器給我? 你不要啊我想要F-3 行不行? 我想要核潛艇 我給錢嘛 你保護我嘛 我沒有核潛艇 我怎麼保護自己呢? 你有幾隻核退役啊 你賣給我啊 我給錢 有什麼所謂啊? 就是你要將一件事 你不要只是想負面 美國要收保護費 人家保護你 你給錢 你就萬幸啦 今時今日有多少個國家想賣美國武器 美國是不會賣給它啊 所以我 嗯? 好了 沒錯啊 有些國家想賣錢 比如說中共想賣給美國去保護它 那美國都沒有 都不會賣給它啊 就是還有 在美國的立場裡面 台灣是戰略利益的部分 台灣的生存 你就必須要將你的那個利益 和日本和美國綁在一起 你才有機會生存到嘛 生存的機會更加大嘛 你和大陸綁在一起的話 你就死快點了 就這麼簡單的嘛 你不用遠了 你看回我們香港 我就知道了 香港你看看 由亂決決決決決決決定 你說多好 那你台灣是不是想好像香港那麼好啊? 是不是呢? 那也都有藍營那些人呢 很矛盾的 他們的想法是什麼呢? 其實我看很有字的 他們說 不是啊 我們 喪失了個國民黨 喪失了個政權 現在 重返執政越來越沒有機會了 不是啊 我們瘋在共產黨那裡 借共產黨的價值力打壓台獨 那我們有機會執政和國共第三次合作 那我們繼續可以 穩守著台灣 繼續可以搖著清這本的地方 繼續可以尊重中華民國外 你說這些除了是白癡啊 還是還沒睡醒之外 他們應該好好看一下 老蔣的蘇俄在中國這本書 或者看一下兩蔣的嘉賢龍 看一下兩蔣當時是怎樣去判斷 國際判斷和中共的關係 這幫人是愧對兩蔣 絕對愧對兩蔣 而民進黨也不頂幫 在這個時候很厲害 就是民進黨是另一個極端 台灣今天是悲哀 你國民黨你這樣去親大陸 你國民黨最敬重的老蔣 我就在中紀紀念堂那裡 你的衛兵切 不准在你獨裁者那裡站衛兵 我們國家的衛兵 就將我移仗隊移來了中紀紀念堂 裡面同將那裡 但是協調之下 他就在自由大道 就是中紀紀念堂 走出去和紀念堂那裡 二三百米那裡 那裡繼續站衛兵 民進黨最愚蠢就是這樣 你既然很親身說反共 你為什麼不高舉老蔣 民進黨是切頭切尾反對老蔣 反對一個死人 他經常把老蔣對於當年 當年因為走白色恐怖 對台灣人的加害 他也跟共產黨一樣上綱上線 怎麼逼我台灣人 他一個獨裁者 他一個屠夫 但是你正視歷史 不是只有老蔣帶些人才 帶些資金 有些技術過來保住台灣 台灣有今人嗎? 這些人忘恩負義不感恩 結果國行極端之後 對台灣就造成分化了 你這樣分化的結果 誰最開心呢? 試想一下 所以你今天在台灣 你說 喂 特朗普這句話 會不會影響台灣的生命安全 我看就不會 有識之事 看這件事 聞不聞到 沒有事 更加好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你叫我給保護費 行 沒問題 阿琛爺 只不過這樣 你是不是我給錢的 給錢的 我肯定是King來的 難道你買一個螺旋掌給我 做戰鬥機 我是要的嗎? 還要買貴幾十倍 沒可能的嘛 對嗎? 你要我給錢 不如這樣 我潛艇就打到來 我潛艇生產不切 我現在開始在自己的潛艇國做的 自己開始打造的 但我怕我生產不切 不如你有幾隻退役的 賣幾隻給我 我錢照給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應該這樣 你看國民黨那邊 也是很不爭起一件事 日本的潛艇 1200多億 我們蓋2500多億 為何貴人家這麼多 為什麼貴人家這麼多 因為中共不斷阻撓你嘛 明白嗎? 你這隻這個潛艇千辛萬苦 這裡偷一些圖 那裡偷一些圖 那裡偷一些圖 大家秘密合作之下 這樣會產生的 很多是隻眼開隻眼閉 在後面很多操作 才能完成潛艇製造的 你2500億 做到一隻潛艇 你萬幸 不要說便宜貴 你做到已經是萬幸 你還從什麼? 真是 如果你看我民黨這樣說的 或者南營那幫人的 我不想再叫他們南營 我覺得他們紫營 一混了紅色下去 變了紫色 如果是這樣 聽你的理論 台灣不用駐軍 廢除兵役 省了很多錢 是不是要這樣? 不知是人家來的時候 舉雙手投降 隔離一樓 有莊香 跪拜就可以了 這些投降思想 如果你今天 國民黨還用這種思想 去說服台灣人的話 你首先做一件事 將汪精衛入字中列子 汪精衛當年不是這樣做 你憑什麼罵汪精衛? 搞一個汪精衛紀念館? 搞一個? 你又不是英九戴頭搞? 這個賤人 你這個賣國賊 又去戴頭搞? 這些是荒謬絕倫的 到今時今日 你要清楚台灣的問題 你要把問題國際化了 特朗普今天這樣說 假如他真的贏得到的話 我相信是對台灣有利的 有很多東西你要轉變 你不要用舊式的那套觀念 交保護費又怎麼樣? 人家交了保護費 那是不是表示你不用練兵? 不是的嘛 你自己也要有戰鬥力的嘛 你好像今天烏克蘭這樣 美國說給錢 但是烏克蘭人不想上城市打仗 保衛自己的國家的 那人家怎麼幫你也沒有符 是不是? 這件事情大家要清楚的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說 為什麼台灣今天出現一個這麼奇怪的現象 南營或者綠營都有人去罵美國 為什麼? 因為他們看不透一個所謂國際的 國際政治那樣的發展 你看不透 美國併信棄議 他不是今天併信棄議 先後對中華人民共五次併信棄議 五次啊 但是很可惜 或者會有第六次 或者會有第七次 但是你的結果都是一樣 你都要親它 除非你想自殺 就要說這個國家 我們不想要跟中華人民共同 我喜歡共產黨 我喜歡接受被人管 我喜歡那些水庫 半夜三間洩洪啊 浸死我們在老百姓 就不給布 我喜歡官力橫行 喜歡鬥負責工程 吹人我喜歡啊 可以的 可以的 你要死 不讓你死嗎 對了 好了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中華富戰 現在物流緊固在進行的 現在還沒報名的 就盡快報名了 因為我們都要寫東西的 我們要前期做很多工作 就不要堆起來 是最後幾天才一次去搞 就包括這個和祖先的牌位 祖先的衣包 和冤傷寨主孤人的鬼 和枉死眾生的那些衣包 都會有處理的 詳細情況 5 2 9 9 1 4 9 1 和聯絡 另外安宮牛皇院 盛傳中風良藥 這隻院 北京和人躺同一條方的 有版你看 全民大大中了 我相信一定是北京和人躺 幫吳小王啊 是不是啊 那就是非常有效的 預防中風 中風復健 和中風急救都相當健康的 而且真是真實來的 真的有人是中風用過 這隻是救得回來的 這個是事實來的 一個八十幾歲女 這樣就住院 中風住院 聽我的方法去急救 結果住院呢 住一晚醫院就出來 所以有興趣的也是 5 2 9 9 1 4 9 1 那有個 講開銀行院 我跟大家補充一點點東西 先 前兩天呢 我就收到北韓那方面的電話 去問我 沈先生你可不可以 要多些啊 我說為什麼 因為下一批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出賣 大哥又玩這些東西 就是我 我已經是很頭暈了 我就盡量 盡量叫多點貨 我就希望 就是和我們協調 大哥 你一定要相信我才搞到 搞到東西 否則又 好像上次等一等幾年 大哥很多人等不到的嘛 對不對 所以說 有買親手 我現在還在跟他搭討 我不知道結果是怎樣 就是跟他在開三宗傳會 就是拿老命